我们南宁的珊姆店办了一张卡 那今天是开业以来第一次办卡 还有第二次啊 可能没有第二次了 因为刚刚在珊姆买了两款肉 一个是古寺的眼肉 看了一下好像是TRIX级别的 是美国的 另一个就是三角尖 眼角尖加小牌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一大碟 然后我记得价格好像大概是160左右 190 分量还是蛮多的 但是很致命的一点 刚刚我以为是我今天不舒服头痛 所以嘴巴没有味道 还是怎么回事 吃起来是完全没有肉味 如果说的是完全没有肉味 我就感觉有东西在嘴巴里面嚼啊嚼 然后吞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肉 这个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现在摄影师也是这种感觉 摄影师你说是不是 是 所以吃到这个三角尖还是蛮生气的 尤其是在我头痛的时候 然后现在我 我没忍住 我本来想明天再吃盐肉 本来以为我 我以为是自己 比吃和牛吃多了 我靠这样子说是只有点 装逼 就 嘴叼了 但是 既然摄影师也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 还是没忍住好奇心 我打算现在就做盐肉来吃 如果盐肉也是这样子的话 我打算查一下山姆的卡能不能退 这两块肉 148 上台150 大概就是 均价70一片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古四眼肉 这里没有具体写它的分级 但是我记得刚刚有看到是Tress级别的 还是 没关系 不要管它什么级别 虽然花纹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 按理来说 山姆的品质 它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虽然我之前没有吃过 但是 既然全国 很多的小伙伴都说 山姆的肉很可以 那 我想看看这一块是不是还会让我大熟吗 来 来 先拍一下这里 拍过来这边 这里 枕板上还有两条火候面煎的内犬肉 就是油虾山谷 WX 火牛的内犬肉 它是一个很便宜的烤肉部位了 就把这个内犬肉放上去煎了之后 那香气是明显 不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香 然后肉味也很足 所以 真就是山姆的三角肉的锅 不是我自己的锅 现在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肉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稀冷的眼肉 我们把这些多余的油脂也在修一下 然后开始煎 今天我这样说是不是会很得罪到山姆 平常有在山姆买肉的小伙伴也来 在评论区说一下 为山姆去证明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是很明显的美式的分歧方式 因为这里 这里有一块是眼肉侧唇 这一块肉在澳洲的分歧方式里面是没有的 是美国加拿大的肉 会带有这一块侧唇 然后 然后 我们现在在烧锅 等锅热了再下肉 来 山姆的Chice级别的眼肉 擀盖 小火 小火 饧肉已经完成了 我的手触碰在上面 其实感觉还是蛮嫩的 这一块牛肉 但是就是不知道肉味怎么样 我们先在中间开一刀来看一下 這個熟度還可以 這個是筋,筋比較小,但是它還是會有,等等,先試一塊原味的,放到一邊 這一塊是沒有沾到鹽和黑胡椒的,我先來嘗一嘗 肉很嫩,也會有牛肉味,不像剛剛的三小煎 還是挺柔軟的 再嘗一個撒有鹽和黑胡椒的 挺juicy的,來,看一下 肉質還是在 這個會比三角煎好很多 但是,我個人的感覺,它跟和牛是真的沒有辦法比 肉味還是很淡 香味也是 嗯,一言難盡 你覺得呢? 我不喜歡 不好吃 不好吃 它的 風味物質還是少了 這個應該,我猜是股市150天吧 它相當於是 大概75到80塊錢一片 那這樣的話,我寧願會選擇 豚腰肉蓋 對不對 對 相比之下 豚腰肉蓋 可能 可能 價格還會稍微 再貴 那麼 大概10塊到 15塊這樣子 10塊到20塊吧 但是 香味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說的豚腰肉蓋是 RV的WX5加的 M5加的豚腰肉蓋 它的風味是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比 所以 剛剛我們說的什麼來著 那個 香味的會員卡到底能不能退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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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突然間 又想到 如果拍這個視頻發出來 肯定會有小伙伴說 呃 王牌 王婆賣瓜 所以我在想 要不要下次出攤的時候 我再去沙姆 買一些牛排 然後 讓大家 現場去做一個小小的互動 呃 就跟豚腰肉蓋比吧 看一下大家會怎麼選擇 這個事情呢 我再去仔細的 想一想 要怎麼去做 因為也是剛剛 腦子裡 就突然間冒出的一個想法 我要再去 仔細想一想 怎麼執行 怎麼去做 很像的評測 也不說特別專業的評測吧 就是 來咱們攤上吃肉的小夥伴 就可以 簡單的說一說自己的想法 就這樣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中文獵 中文獵 我是 河